这是人生第一次干这事 还真是一点味 这东西神了 今天哥们我干一件特殊的事 房车黑水箱 里边大的 打开 据说可以直接手摸里边这些东西 这是已经降解 过后的咱们的爬爬 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 刚才里边是有真实的物体的 现在已经搅拌 然后降解过后了 说是可以直接摸 我今儿感受一下 用不着那么拘谨 直接手抓就可以了 来你闻一下 刚刚你是看到里面有东西的 这个不乱吹吧 你是亲眼见证的 这是人生第一次干这事 还真是一点味也没有 这东西神了 我这是来逛25届北京房车展 他们有一个配件区 然后就看到这生物降解的马桶 特别感兴趣 他们说石车里边有这么一个马桶 跑过来来看来了 咱一起开开眼啊 它等于这里边是降解物 然后大的就在这里边 通过这种搅拌 一混合慢慢慢慢就降解掉了 真是科技在进步啊 科技改变生活 张总这个东西是您公司自己来开发的吗 是的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原理 就是人的这个大的东西有多少 成分是吧 对我想了解 你可以过来 你可以过来一起跟大家说一下 大的那个东西啊 主要成分是75到85的水分 剩下的10%-20%呢 它就是有机制和微量的无机制组成的 然后呢 我们通过搅拌 然后它会产生自发热和菌种 菌种在里面 菌种和里面的有机制反应以后它会产生自发热 然后它把水分就蒸发出来了 有一个风机会把它抽走 把水分抽走 这个时候还剩下了不是有机制吗 有机制就和里面的微生物菌起反应 生物反应 它就把微生物就把这个有机制 分解成了二氧化碳和水 同样的也排出去了 剩下的就是很微量的无机制了 就是那氮啊 磷啊 钾啊 这些东西了 然后就相当于是我们天然的 我们说的鲁家肥了 你就可以环奋一天 实行五孤轮回 也是环保的 对环保的 绝对环保的 我还在往里挖 我想挖出点特别的东西 里面 没有 这个东西 如果说它是定期需要一个工化 这一款 我们在国内上市的这一款是30天 30天 当然30天是我们官方宣布的数据 我们要保守一点 是吧我不能把它缩满了 缩满了可能更多一点 那我们不这样宣传 这个东西可以对于它的倾道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还是说一些存放垃圾地位可以直接倒 可以直接倒 而且最好如果你有花园 有树木 这些东西你倒到树根下面 什么花草地 它是肥料 而且能够有效的改善土质 土壤 比如说你的土壤板结比较厉害 那你跟它混合以后 它就变得很蓬松 很松软 你知道土壤松软对于笼作物有多重要 是吧 就这个意思 好了解了 这就是里边马桶它的一个形态了 等于是它把以前的马桶在这拆除掉了 然后换成新的这个 新的这个它也是可以旋转的 打开吗 打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区别不大 里边的形态 那个黑水箱则完全不同啊 有意思 好特别 咱们再去那个配件展去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也了解了一下它这个马桶的价格 一万多块钱 然后耗材的成本 每年六百多 对比房车常用的赛特福德啊 赛特福德好像是五千多块钱吧 然后耗材 以两个月用一桶那个降解液 一瓶降解液应该八九十 这个样子 为什么上来就拍这么一个产品的视频 其实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晚宴的聚餐 然后姓张 他这个负责人直接到我们这桌啊 二话没说 他拿了一大杯的红酒 现在说我干了啊 咕噜噜噜噜就把这一大杯红酒就全喝完了 当时我就觉得好惊奇就了解一下他们是弄什么东西的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想 没想去拍 后来结束晚宴以后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就看到 因为他也给我们发了一下产品的介绍嘛 就一张卡片 在一个小的垃圾桶里边 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创业人真是挺不容易的啊 自己开发了一个产品 然后为了去宣传它市场认识 知道它 这么着 所以我就今天想 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给大家也看一下 这是一个想法了 前面就是配件区了 这场馆就是配件的展区了 我觉得再给大家看一个同样的东西啊 再给大家看另外一种的码头 这叫做焚烧码头 你看啊 这是模拟大小 然后它外边有一个耗材 这个是袋子 你完事以后通过这个袋子调到这里边 然后进行一个焚烧 焚烧完以后 这是产生的灰 它这个东西耗材 就是这个东西了 它说这个基本上非常便宜了 一块钱左右一张 而且是可递替代的 再有这个马桶会稍微贵一些 应该是四五万 这么一整套东西啊 然后我问一下 它这个灰大概是多久才能套一次 那这个就是燃烧完大概是120次了 120次 倒一次就行了 好嘞 然后是用电 它这里边可以积累啊 两三次可以用一次电 好像是一点几度电 焚烧马桶 今天咱们 哎呀 换一个品类吧 别看马桶了 换点别的东西 之前我不是说要弄一辆B型的房车吗 T8的底盘 其实是非常重点的在考虑啊 B型房车其实储物空间 而十分有限的 这家是关于做这个厚 这个扩展架的一个绿美 看看这一家 我感觉这质感可以啊 这是装自行车的 两个自行车 竖着放在后边 你看房车 其实它是各种的配件 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车 成为一个房 各家配件厂上区别还是挺大的 这个咱们的特色是什么呀 特色它就是第一个 它的所有的配件是依托这个挂架去实现的 就是你无限拓展 那么这个技术挂架通过这个T草的设计 它可以非常简单的去装卸 通过左两个螺丝就可以实现它的所有的装载 不需要跟车身打连接的 那么通过这个支架 你可以实现所有配件的 我打断一下 你说这个直接就可以跟车身去装载上 你们这个是针对哪一个底盘的 这个底盘是针对江林福特T8的底盘 T8的底盘也有 T8底盘 当然接下来我们会延伸到其他的底盘 比如说大通V90的或者EV克的 别以为房车的车门是房车厂自己生产的 其实是由配件厂商来提供的 像这种车门就有好多的厂商来做 包括窗户 这是一家 这边也是 你看 你看这个窗户 就是比较常见的咱们的这种侧推窗 对不对 给人关上 哎呦这还有 任何角度它都可以悬停 我那个车是有三个角度 这个更实用一些啊 还有这种窗户 它是这种侧推窗 其实我倒觉得像房车 有这么一两扇 还是挺实用的 因为这种往外开的你行车构同当中是没法开启的 而有些老人 长时间行车不开个窗户 他觉得憋疼 有这么一扇窗户就可以通风换气了 之后我那辆B型房车很有可能也会配一两扇这种窗户 配件厂商相反现在看到也会多了一些了 以前只是会看新车的发布各种的车型 其实在这个配件区 能选择自己一些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一些东西 其实你是可以要求房车厂给你换上你想要一些东西的 很多情况下房车厂是能满足的 完完整整逛了两天房车展拍了不少非邮寄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习惯于这种形式 其实一年当中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房车展本来就没几个 赶上了就来看一下 咱一起了解一下一些相关的知识吧 因为过往除了游击之外 讲房车也是不少的 接下来就会再次回到云南 先去去原谋看一下父母 看完他们以后就会再次回到边境 延续之前的房车边境之旅了 我们也要告别这次房车展会 下一期见了 拜拜